賈靜雯17日出席代言活動 話題全是此時此刻 他安曾靜華在辦公室里極站 不只拖到剩下一件黑色內褲 鏡頭甚至還特寫他的私密部位 被問會不會害羞 他可是超級坦然 怎麼了嗎 你們搭洗澡不用那個脫衣服 就是很怕拍到不好看啊 因為你知道天秤座愛漂亮 我還是一貫的只會在乎 有沒有拍好看 我們在現場常常罵小年導演 也是臭直男 他怎麼看我們都覺得 很好看啊很漂亮啊 就是他不會去看女生想要看到的角度 但是拍出來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為什麼要先挑嗎 他們挑好給我穿 平常都有在保養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耶 我本來蠻緊張的 但看到他比我緊張 我就不緊張了 我就還跟他聊 我說其實你越放鬆 我們拍的越快 所以哪天在拍那辦公室機站的時候 什麼機站哪有機站 不是人的屁股嗎 兩包 你怎麼知道 上站掌錢一包 還要分給曾經華一包 你看你們那些記者笑得這樣 被說在曾經華的影片呢 反正我外表不像就好了 但年齡確實如果真的是他24歲 確實你都可以生得出來了 這個是事實啊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 這樣子情感系的經驗 所以在我自己那一集的辦公室 對我來講尺度已經算大 如果要再晉級到小S那個 我不知道 不要考慮你男主角 考慮你男主角 不是不是我搞錯了 他真的在接之前跟我通話 接之後又通話 然後在記者會要播的時候 他又打電話給我 他就很害怕 很怕大家看完會 因為他一直有壓力 覺得我們都是演員 然後他不是 然後我說他真的很幫忙 他是愛豆姐妹 有 你有沒有打電話 不會 歡迎